农历习俗当中的关公诞辰 对大溪镇来说是一年一度的宗教大事 普济堂的关公神尊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被请出来 在大溪镇的辖区绕境 镇内的各大庙宇镇头 也都会齐聚来共襄盛举 浩浩荡荡的绕境队伍 就在大溪镇上绕境一整天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来看看当时的盛况 现场吴志阳与大溪镇长黄瑞松 一起将关公神尊请出庙宇 一年一度的盛大绕境活动 也由此展开 以普济堂的关公为首 今年度参与绕境的镇头车队 也多达三十几组 在绕境路线上都是锣鼓喧天 每一组都使出浑身解数 要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 大溪在地的民众也相当虔诚 早就准备好供品要来祭拜 大溪的圣地军很宁愿 所以每天都会来求求必应 很宁愿哦 关公诞辰也适逢大溪镇公所 举办文艺祭的时候 今年也充分结合绕境活动 要让在地的宗教文化特色 借此更发扬光大 我们这个关公 154年和圣诞 我们这次的圣诞建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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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应我们这个台客 这个圣诞的文化 我们台客有34的圣诞 都来庆祝本圣地军圣诞 所以说所有的圣诞都会绕着 祈求平安 每年的绕境活动都会持续到深夜 也让除了有丰富观光资源的大溪镇 更增添了浓浓的宗教文化特色 Tina4 陶宇纽线新闻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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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